好 掌声雷动 前卫台下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 所有人都在大声地呼喊着 为了台上那两道美丽身影 痴迷不已 琥珀珠灵的霞光万丈 天涯神剑的无尽蓝芒 将这里映得是仿佛人间仙境 美丽异常 但更美丽的 却是穿来飞去的两位年轻女子 这场比试 从早上直到现在 一个时针过去了 双方还是未分胜负 尤其是大珠峰的田灵儿 在陆雪奇天涯神剑之下 居然有功有手 支撑了这么久 还未露败相 让人大感惊奇 场下田不易苏主 水月大师等 两脉前辈高人 都在台下就不用说了 就连掌门道玄真人也坐在椅子上 观看着精彩的比试 嘴边还露出微笑 频频点头 一身欣慰 田不易和苏主 亲情怜心 更是紧张 但看田灵儿道法灵动 丝毫不落下风 心下也放宽了些 田不易看了一眼身旁的妻子 见他神情紧张 轻声地说 放松些 玄儿没事的 苏如转过头来 看了丈夫一眼 微微一笑 转头又向台上看去 田不易微微摇头 忽然间 发觉身后围观的弟子 甚至在远处的其他各埋弟子 都是一阵骚动 他转头看去 片刻间 以他修为之身 也呆了一下 在人群自动让开了一条 窄窄通道里 张小凡 缓缓走了过来 浑身的衣衫尽数烧焦 甚至 有的地方还在冒着青烟 脸上 手上 身上 到处都是大块大块的焦黑 一股刺鼻的味道迎面而来 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他走得很辛苦 仿佛每走一步 都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但不知为什么 他依然执着地向前走着 天不易就这么看着 自己最小的弟子 慢慢走了过来 一声不吭的 他矮胖的身子 离开了座位 站了起来 苏如感觉到了什么 奇怪地看了一眼丈夫 随即发现了不对 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顿时脸色一白 立刻也站了起来 这时 更多的人 看向这边 张小凡走到了 田不易的面前 田不易看着这平日里边 自己最忽视的弟子 看着他不知所谓的倔强 心中忽然涌起了一阵 无法遏制的愤怒 这怒气是如此之强 以至于他虽然竭力压抑 但所有人还是听出他的愤怒 老七 是哪个家伙如此伤你 难道胜了还不够吗 苏如的身子一震 听出了丈夫 居然为了这往日 看不起的小弟子 动了真怒 有些担心 拉了一下田不易 但眼光又落到张小凡的身上 两旁大珠峰门下众弟子 以为太过惊恶都待在原地了 忘了去扶小师弟吧 台上 陆雪奇和田令儿鸡斗正寒 法宝在空中飞来飞去 仙气凛然 张小凡深深地往台上看了一眼 然后看了看身前的师父 看到他肥胖脸上的怒肿 仿佛有那么一丝丝 若有若无的关怀 他精疲力尽地摇摇头 不是的 师父 我胜了 说完 他只觉头脑中一阵眩晕 刹那间天魂地焊 扑通一身倒在了地上 浑了过去 张小凡跌倒在地 不省人事 但到昏过去之前所说的话 却让大竹峰上到田不易 下到朱弟子都呆住了 片刻之后 田不易等人反应过来 扶起了张小凡 田不易仔细查看了一番 发现这小徒弟的身上 几乎像是被大火烧过一样 伤痕累累 但五脏内斧倒没什么大海 昏了过去 多半是历劫所致 也不知道刚才那场鄙视 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沉眼了一下 发现这周围 越来越多的人看向这 他不愿站在这里 被众人看戏 当下抱起了张小凡 对苏儒低声说了一句 我带老齐回去 你在这里看着灵儿 苏儒的眉头紧皱 点了点头 看了一眼双眼紧闭的张小凡 脸上的焦急神色 再也掩饰不住 旁边大珠峰珠人也围了过来 杜比书说 师父 我也陪你去吧 不用了 此刻就连道玄真人的注意力 也被吸引过来 田师弟 这是你门下弟子吗 怎么了 他学义不清 受了些轻伤 我带他去治疗一下 失陪了 道玄真人点了点头 转过了身子 又看向台上那场精彩的斗法 随着田不易抱着张小凡 走出人群 这件事也迅速平复下来 人们重新为台上的两位美女儿激动 只有少数 站在人群外围的年轻弟子 不经意间发觉 风回风一脉的弟子 大都脸色铁青 三五成群的向远处汇集过去 如果张小凡在这里的话 他一定能够看出来 那儿是曾书书比试的地方 久悠之下阎罗殿堂 到处都是熊熊燃烧的大火 炙烤着哭泣嘶喊的人们 血腥焦臭 闻之欲吐 张小凡只觉天旋地转 但只在片刻之间 他忽然又回到了许多年前 一个平静的小山村 那儿清风如雪 淡淡一人 然而 一声惊雷响彻天际 天空乌云如山 如怒海波涛 汹涌澎湃 转眼之间 河海亲切的村民 变成了如山的死尸 安宁的小村子 成了人间地狱 他竭尽全力地呼喊着 紧绷的全身肌肉 一阵尊心的疼痛 从他胸口传了出来 令他倒吸了一口凉气 全身颤抖 惊醒过来 啊 醒了 小凡醒了 熟悉的几乎是刻在内心深处那个声音 第一时间想了起来 带着几分担心和心气 张小凡睁开了眼睛 看到了田灵儿 仿佛是又回到了从前 他一身红衣 腰间依然缠着琥珀珠灵 秀发柔顺地 从他白皙的脖子披下 趁着他有些苍白的脸 还有那明亮的眼眸 纯净的眼瞳 张小凡甚至从那里面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师姐 他在内心的深处 一声呼喊 张小凡看着他 连眼睛都没有长 如果这一刻能够成为永恒 那该多好啊 屋子里 大竹风众人都围了过来 田不易上前 替他把了把脉 嗯 好了 没事了 众人这才松了口气 一个个的都露出了放心的微笑 张小凡向四周看了一眼 只见大竹风众人都在这 自己正躺在房间里的床上 各位师兄都站在地上 田不易和苏主坐在床前的椅子上 这 这 这是 这 怎么了 你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 白天女与风回风的捧场比试 回来就晕过去了 吓了人一大跳 还好没有什么大碍 张小凡动了动身子 果然 身上除了有些疲累之外 只是胸口有些疼痛 其他的地方已经没什么事了 怎么会这样呢 我明明身上都已经 那些烧焦的 不过都是皮外伤 我用青云门密制的灵药擦了便好了 你现在身上 只有胸口一处受到重击 但骨头经脉都为一味震动 休息几日便好了 小凡 你还不快谢过师父 这次若不是他亲自使救 光这外伤啊 你得养半年 听到苏如的话 张小凡吃了一惊 心中大感诧异 但感激之情 仍是异于言表 弟子无能 又拖累师父了 你哪里无能了 现在大竹风 最有能耐的就是你了 张小凡又是一惊 不知道田不宜这句话 什么意思 师父 我 我 像 像师姐 还有大师兄 诸位师兄 都远胜于我 我不敢 他说着说着 声音却小了下来 只看着站在眼前 诸位师兄和田灵儿此刻的脸色 都有些古怪 尤其是站在众人身前的大师兄 今天面色看起来特别苍白 整个人不负平日那样生气勃勃 看样子竟是摇摇欲坠 苏如叹了口气 大信 搬张椅子给你大师兄坐吧 吕大信连忙应了一声 从一旁拿了一张椅子 放到宋大人的身边 宋大人本想拒绝 但身子摇了几下 终究还是坐了下来 大口的喘气 张小凡看得一呆 大师兄 你怎么了 宋大人苦笑了一声 没有说话 倒是一旁的老四何大志说道 小师弟 现在七脉会舞到了第四轮了 我们大竹风 就剩下你一个人了 张小凡整个人呆了一下 随即想起了什么 他转头 想坐在床头的田灵儿说道 师姐 那你也 我也拜了 张小凡看得神色间一片失望 心中一痛 但此时此刻 却容不得他胡思乱想了 田不易 上上下下打量张小凡一番 沉下脸来 老七 张小凡的心中一跳 只听着田不易这话 似乎有隐隐的怒意 再看师父的脸色极为难看 便不由自主地畏惧 是师父 有什么 你这一身道法修行 是怎么来的 张小凡脑袋嗡的一声 他张大了口 一时间 竟不知如何回答 他往屋中所有人逐一看去 这间平日里 熟悉和蔼的师兄们 此刻也保持了沉默 看着自己的目光之中 都有疑惑之意 这也难怪 一个平日里边 齐奔无比的小师弟 突然一鸣惊人 任谁也在短时间内 无法接受 在田不易 咄咄逼人的目光之下 张小凡额头上的汗水 沉沉而下 有那么一刻 他几乎要冲口而出 告诉师父 他背地里 修炼着一种别派的功法 然而 话到了嘴边 他终究还是忍了下来 他已经不是五年前 那个不知事事的 无知少年了 平日里 在同门师兄的谈话之中 他早就知道了 天音寺的鼎鼎大名 也知道 在那个夜晚里 那个名叫普智的 枯首老和尚的真正身份 这些年来 他独自修行着 大反般若的功法 在内心深处 对普智的感激之情 从未烧见 我 我 弟子愚笨 这些年里 修真境界一直进展不大 前些日子 弟子突然发现 能够驱动些事物了 但弟子自己都不能相信 所以 所以不敢禀告师父师娘 可没想到 哼 没想到这次就一鸣惊人 大出风头 啊 不是的 师父 不是 你说 你能驱动事物 但这至少要有 欲清静第四层的修行 我问过大人了 他只传了你第二层的法诀 那 你可否告诉我这个孤陋寡闻做师父的 你究竟是如何绕过第三层修炼 到第四层境界的呢 说到了最后 华生已经是冰冷无比了 带着几分煞气 听得众人变了脸色 张小凡不说话了 房间之中一片寂静 过了许久 就在田不一的脸色 越来越难看 众人担忧之情 越来越重的时候 张小凡却默默地爬了起来 看得出来 他依然很疲惫 但他还是挣扎地下了床 然后在众人面前 在田令儿一双晶莹流转的目光注视之下 他在田不一的身前 跪了下来 田不一没有丝毫动住 怎样 张小凡身满下头 眼睛只注视着身前那一小小的浸在咫尺的土地上 没有看向旁边 再看上哪怕一眼 师父 请您责罚我吧 众人是悚然动众 田不易 更是气得勃然变色 粗如皱了这眉头 小凡 你若是有什么顾忌 并与你师父直说就是 何必如此 张小凡跪在地上 一动不动 田不一事冷笑两声 气急返笑 好 好 好啊 你倒是个硬骨头 我也收了个好弟子呀 张小凡 匍匐在地的身子一颤 也不知道 他此刻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这个屋子之中 仿佛有个人 呼吸突然急促起来 只听他低声说道 一切都是弟子的错 请师父 责罚我吧 田不一 豁然站起来 咔嚓一声 在他身下的椅子 竟是四分五裂在地 众人变色 只见他对张小凡怒道 都是你的错 你可知道 被师偷役 那是我青云门中大忌 青则面壁数十年 重则废去道行 逐出青云 你可知道 张小凡猛然抬起头来 看着田不一 只见师父脸上满是怒意 但绝无一则夸张的表情 心中不由的一尘 怎么会是这样呢 他在心中痛苦地念了一句 当初田令和思纯 他法学的时候 并不是这么说的 只是他终究 没有回过头去看上一眼 这个房间里边 像死一般的寂静 没有人开口说上一句话 只剩下了或高或低的 焦急的喘息声 一个人的心 就在这片寂静之中 这么静静地 冷冷地寒了下去 仿佛疯狂却这么理智地 看着自己 张小凡闭上眼睛 重新垂下头去 像是一个绝望的人 慢慢踏出最后一步 弟子不笑 请师父责罚 砰的一股大力 排山倒海派涌过来 张小凡整个人 就向后飞了出去 重重撞在墙壁之上 尘土飞扬落到地上 挖压一口 喷出一大口鲜血来 众人变了脸色 以宋大人为首 强撑着跪下 其他弟子都在 田不音面前跪了下来 师父 您饶了小师弟吧 宋大人更着说道 师父 我 是我教导乌方 才让小师弟做错了事 错都在我 您就饶过小师弟吧 在众人的哀求声中 田灵儿却一动不动地 站在原地 正正地看着 倒在墙壁角落 痛苦挣扎 血洒一金的张小凡 脸色煞白 没有一丝血色 田不易看着 跪在脚下这些弟子 又盯着 还在墙角的张小凡 腕里的怒色不退 他怒哼一声 一甩袖袍走了出去 苏儒看了一眼众人 摇着头轻叹了一声 对宋大人等人说道 你们都起来吧 你们去照顾一下小凡 我要去看看你们师父 宋大人等人连忙说 是 师娘 苏儒又是一声轻叹 走了出去 屋内众人面面相觑 过了半晌 田灵儿缓缓走过去 背对着众人 扶起了张小凡 张小凡的嘴边 有血沫流出 躺在他弯壁之中 居然还笑了笑 那一个瞬间 一滴青泪 缓缓地 悄悄地 滴落在他脸上 血扑之中 这时已经是夜深 云海之上 依旧是那番云气飘荡 美如仙境 田不易站在广场之中 仰手看天 但见夜空繁星无数 月冷如霜 身后有熟悉的小步声传来 苏儒走到他身旁 抬头看了看星空 心情好些了吗 田不易是冷横一声 却并没有说话 你骗得过大人 灵儿他们 只是瞒不了我 你那绣跑一辅之力 只怕是故意震动 小凡的胸口经脉 好让淤积 在带胸口的淤血 逼出体外 对不对 田不易看着夜空 一声不吭 都几百岁的人了 怎么还是这么死要面子呢 你又不是没看见 那臭小子跟什么似的 师父请责罚我吧 明明是他错了 居然还说得十分委屈的样子 反而是我这做师父的欺负了他 逼迫了他不成吗 这是岂有此理 我就不信你没看出来 什么 柳儿的样子很古怪 你不觉得吗 天不易横了一声 你也看出来了吧 小凡这五年 待在大竹风从未卖出国 只能是我们门下弟子 私传给他 灵儿也将与小凡要好 平日里仗着我们宠他 私传给小凡第三层法掘 只怕也是敢做的 而且他心中若非有鬼 一旦平日里 什么事都要替小凡出头的个性 这一次居然一个字也不说 不是他 还有谁呢 就算是灵儿的错 但你看张小凡这小子 挡着那么多弟子的面 硬是顶我的嘴 死都不说 真是该死 你不也是死不认错的性子 还去怪人家小孩子 再说了 小凡这般做 还不都是为了灵儿 这份心意很难得啊 天不易怪眼一番 却没有再说什么 那你准备回去以后 怎么收场啊 被师偷役这个罪名 可大可小 要不 我们看在灵儿份上 就不要太过分 明日就让小凡回大竹风 在后山面壁隔三五十年 也就是了 好不容易我门下弟子 才出了一个 一个怪财 让他面壁 岂不是便宜了 苍松伤壮良他们 想也不想 明日不管死活 还是让他继续参加比试 我就知道 你这人嘴硬心软 天不易那肥胖的脸上 居然红了一下 不过他立刻恢复了正常 向四周瞄了一眼 老夫老妻了 你也不怕别人笑话 你现在做了手作 便怕了吗 三百年前 也是在这通天风上 亲迈会无比试之前 你深夜偷偷跑到我住处 帮我叫到这里 那时候我师父真恶大师 和师姐水月都在附近 也没见你怕过呀 你师父真鱼那时候 有六百多岁了吧 早就老糊涂了 我才不怕呢 至于你那凶神恶煞一般的师姐 我早就看得不顺眼了 自己要孤单一事也就罢了 偏偏还要拖着你不放 我恨他都来不及呢 哪里还会怕他呀 不许你说我恩师和师姐的坏话 他们对我那可都是情深一正的 天不易耸了耸肩膀 没有说话 月光下看去 他矮胖的身子倒了一下 颇为滑稽 看他神色之间 居然还有几分洋洋得意的样子 大有他们对你再好 你还不是嫁了我的意思吗 苏如看在眼底忍不住撑了一句 脑不正经的 天不易的心情大好 伸手拉住妻子光滑如丝的御手 换步走在这云海之中 对了 我倒是忘了一件要紧的事 怎么了 这臭小子 把一根烧火棍当作法宝 居然还用得风生水起 刚才只顾生气了 忘了把那东西拿过来看看 小凡他 到底还是私私修行 与法宝操控运用上 只怕所知不多 你看是不是找个时间 指点他一下也好 看看再说吧 昨晚掌门师兄 把我们几个手做教训 说是在与灵尊 以通灵术交流之后 发觉灵尊 是是因为 感觉到某个凶物煞气 才有所动作 但后来却再也找不到了 那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找不到就是找不到了 灵尊至少活了六千年了 你师父六百岁就糊涂了 灵尊现在糊涂一点 也不奇怪 都不 connot了 那怎么办 我也觉得 还能怎么办 寻找我 全部是 也不想 我 已经 在